回忆杀不可怕 可怕的是郁可维用回忆刀刀碎和酒的心 声声不息第一位郁可维 初舞台演唱《相约酒吧》 郁可维真的是可以说是好久不见的歌手了 毕竟当初要不是被刘希君给终结在快女路上 或许那年的冠军他不是没有希望 声声不息第二位陈楚生 初舞台演唱《一封家书》 这首歌一出来 马上就回到了还在听收音机的年代 想当初陈楚生的那首姑娘 不仅让杨耳车那母听得如痴如醉 更是一句将他给送进了全国五十墙 我曾多少次梦见你 那姑娘 梦见你那美丽的小脸 声声不息第三位胡彦兵 初舞台和张琪一起改变了游击队歌 和《我们走在大路上》 要不是周深拼了命的再证明真唱 我真以为这段是放了原声 这要不说周深是吃流声鸡长大的呢 而作为声声不息首位登台应免的周深 其紧张程度丝毫不压于汪四龙 尤其是当我看见周深和汪四龙不知所措时 我就知道周深这次可能要别大招了 声声不息第五位胡彦兵 出舞台演唱《上海滩》 胡彦兵作为我是歌手第三季最遗憾的冠军 其实力自然也是和韩红五五开的人 只不过这次古剧鸡能否在韩红和孙楠的夹缝中杀出 颖鱼还是替古剧鸡捏了把汗 声声不息第六位宋亚轩 出舞台演唱把耳朵叫醒 春晚导演看见了吗 今年的歌舞类就找这个标准来 声声不息第七位王心灵 出舞台演唱《快乐指南》 自打去年王心灵从浪姐舞台上翻红后 虽说最后拿下了浪姐的总冠军 但自此以后长度的殷宗却没有一个 这次从浪姐舞台杀到声声不息 翻红的路上会不会更好走一点呢 声声不息第八位韩红 出舞台演唱《唱着山歌给党听》 韩红真的是好久不见消失太久的歌手了 而久违露面的韩红这次重磅回归 会不会像当年唱的《天鹿》一样疯狂 声声不息第九位孙楠出舞台演唱《你快回来》 虽说思南在这次的演出当天 歌曲也做了一些降调处理 但赶全开麦式的演唱就足以站稳了脚跟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让我的心好靠入大海 直到六双芒果台对过气歌手的态度 我才明白李文为何独爱芒果台 看歌恐怕做梦都没有想明白 自己这个过去十几年的歌手 竟然还能在时光音乐会上获得反常的机会 要知道纪念芒果台主打的就是回忆杀 就比如从纪念的皮革舞台就可以看出 不仅用林志颖强势杀出的同时 还有大哥陈楚胜的压轴夺冠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爱你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可是令芒果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边还没有掀起腥风血雨的厮杀 隔壁的时光音乐会却悄然崛起了 这又有谁能想到 芒果台竟然挺到了 那个曾经和周杰伦五五开的男人探客 在我离你远处那一天 而探客为了感谢芒果台的这次邀请 特意在自己临走前亲自写了歌并且送给了他 可就是探客的这个举动 让芒果台再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他能够成为这次收官的压轴嘉宾 原来全开幕的张少涵 杀伤力这么大 其实这首歌可以说是张少涵 转折性的一首歌了 从03年张少涵靠海豚湾恋人走后后 张少涵就一直处于影视圈的行业中 尤其是当我看见张少涵在歌手舞台介绍自己时说的那句话 我才明白这些年张少涵过得并不足迹 这位歌手是七位歌手中最重不同的 别的歌手都是从后面的光连走出来 但他再在这里就要开始唱歌了 然而这一切还要回到张少涵刚出道的那年 07年绝对是张少涵转折性的一年 当时张少涵在某次的睡梦中 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呢喃这道旋律 并告诉他不管前方发生什么困难 只要挺过去 你就会迎来属于你的时代 而张少涵在醒来之后 便赶紧找到了自己的音乐人陈俊廷 希望他能够将自己梦中的旋律给创作出来 果不其然张少涵靠着这首歌 不仅一举拿下了那年的金曲奖 更是成功为他打开了内地市场 编约千年的十八花 恶化着勇奋的天长 绷不住了 吴清风全开麦的七美的 是我能听的吗 这档高音一出就连OST女王欲可为都怕了 当时在吴清风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 女巫店的老板总会借着自己店里的人气 来帮助还没有正式出道的吴清风 可是事实上女巫店老板都未曾想到的是 尽管此时的吴清风已经功致名就 但他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来这里现场 但事实上吴清风万万没想到的则是 这一届的网友却开始了整活 就比如吴清风在唱这首歌时所穿的衣服 不能说和郁可为毫无关系 就连我都差点没认出来这首吴清风 要知道当初郁可为在受邀参加时光音乐会的期间 所穿大的衣服就是这套紫色的衣服 不过话说回来就吴清风这全开麦 和现场只有三把吉他做配乐的清唱 我承认我彻底沦陷了 这段高音一出就连郭顶都怕了 起初胡彦斌在参加梦想的声音的期间 让郭顶万万没想到的则是 自己竟会差点被胡彦斌给秒了 同唱一首歌的两个人 你感觉谁的唱功更强呢 2005年在华语乐坛诸神混战的那年 刚出道没多久的郭顶 就带着一首原创疯狂地砸向了华语乐坛 而这张专辑不仅令他翻红 更是让他在五年后多次登上湖南卫视 也是从那天开始 郭顶才体验到了真正的爆红 甚至也有不少歌迷都说 郭顶真正的爆红时期是在2005年 要知道在当时的郭顶 不仅担任了北京歌友会的表演嘉宾 而且还曾多次被周杰伦给邀请了过来 但唯独可惜的则是自此以后 郭顶就开始胡了 甚至一直以来都是出于歌风人不红的窘境 绝对没人能在这首歌上打败猜见呀 2022年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 首次回归的蔡健雅就遭到了所有人的拒议 因为在大多数歌手看来 蔡健雅从出道至今所获得的金曲奖 也只是运气好而已 虽然出道就是王炸的蔡健雅 却只能够将所有的不甘唱在歌里 闪歌这一切还要回到蔡健雅刚出道的那段时间 当时在蔡健雅被唱片公司签约后 她才开启了属于她的专属时代 首张专辑就入为了那年的最佳新人奖 可好景不长的则是 没多久蔡健雅就迎来了她的至暗时刻 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在乎的是她所带来的流量 而并非是创作能力 就这样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冷藏后 蔡健雅这才不得不做出改变 向流行乐发起冲击 甚至还曾在同年的六月 担任了张正月主大哥的女和生 终于明白汪苏龙为什么出道 居然还不红了 因为我怕你连唱两句 她问你要版权 当时汪苏龙在受邀参加某当节目的期间 让汪苏龙万万没有想到的则是 自己竟会差点被节目组给干击眼了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 汪苏龙为什么出道至今都是人和歌各活各的 可是让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则是 汪苏龙为了能够让歌迷记住这是自己的歌 甚至不惜在自己演唱会上开始三寻宝藏 其实这首歌本来是她写给TFBOYS的 那年汪苏龙在看到刚出道没多久的TFBOYS后 便决定为他们亲自写首歌 但无奈的则是当汪苏龙将这首歌递给唱片公司之后 唱片公司却并没有看上她的这首歌 从而直接给汪苏龙退稿了 而不愿意将这首歌去给抛弃了汪苏龙 才决定将这首歌给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 莫草 这首歌的邓紫棋就遭到了所有嘉宾的质疑 因为在大多数的歌手看来 邓紫棋也只是一个低配版的黄旗山而已 我真不知道这个 确实是连这名字都可以出的 完全没听的 甚至每次当经纪人在为歌手选歌时 邓紫棋却总是最后被想起的那一个 然而令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是 邓紫棋在出舞台的一首歌 差点掀翻了半个乐坛 第五位 黄霄云 18年在梦想的声音舞台上 黄霄云的这段高音一出 就连林俊杰都怕了 相比于萨鼎鼎的高音和张亮影的海军音 黄霄云的这段飙高音 就算巅峰时期的林俊杰来了 都得靠边站 如果说黄霄云赶排第五 那么第四名一定得是她 欺负人 你见过有这样欺负央视的吗 曾经和张信哲制霸90年代的周传雄 首次复出选择了央视力挺的某音综上 周传雄带着16年前最惨的黄昏 到近一年前在天赐的声音受到的不甘 这年病情有所好者的周传雄打算复出 两个令周传雄都未曾想到的是 自己的病虽然好了 但华语乐坛却病了 因为自己不仅要面对后辈的点情 还要面临淘汰 而一切都如她唱的那首歌一样 黄昏再美却是终点 可能两位老师会有更合适的音乐合伙人一起合作 第三位 毛不易 2017年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 要不是薛之间用虔诚做赌注 毛不易或许就要被华晨宇逼退舞台 因为自从毛不易站上舞台的那一刻 他就遭到了华晨宇的不看好 你其实从史之中你的曲子 这就没有过过一次过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直到一个月后 毛不易带着一首原唱 彻底将华晨宇杀得片甲不留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伤的人 货操 原来今年就是二手玫瑰最邪性的一首歌 穿着旗袍把云台山给秒了 我落在云中人自在爱 本是天上逍遥的仙 明年五月 二手玫瑰仅用四十分钟点燃了半个云台山 当二手玫瑰带着旗袍演出时 他就已经将所有人杀得只剩裤衩了 想当初二手玫瑰的仙 还是隐于听到最魔性的一首歌 毕竟当初要不是二手玫瑰被拒绝上台演出 或许还真见不到如今的龙姨了 第一位 费玉清 穿最正经的西服所最浪的男人 费玉清绝对是除了章鱼以外 最会开车的歌手 想当初要不是那首《爱情恰恰》 影语恐怕就要错过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了 费玉清最疯狂的时期 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在于征庆狂炸央视春晚期间也杀穿过 如今虽然小哥已经很少出现 但他才是华语乐坛唱功最牛的人 为什么马博谦认为他可以胜过陈楚生 今天在皮克萨二宫首秀开场前 陈楚生就已经和马博谦来了一场厮杀 虽说陈楚生以887票险胜马博谦 但也有很多歌迷感觉险胜是不服气的 当时在二宫小考的期间 由于陈楚生部落和罗杰夫部落排名垫底 从而拿到了全场为数不多的红牌部落 而拿到红牌成员的则是马博谦和苏小丁 陈楚生在看到苏小丁拿到红牌成员之后 便决定要替代他去征战皮革舞台 理由也很简单 一个演员去和歌手battle 无疑就是鸡蛋碰石头 紧随其后马博谦一开始活力满满 可后面却迎来了一段rap有点邪魔 反而在陈楚生上台敬演的期间 他依旧和16年前快男总决赛上那样平静 虽然信在得知票之后怒摔杯子 但注意的则是他只是输了十几票而已 你管这叫皮格萨二公的敬演舞台 这他们明明是哥哥们的诸神之战 第一首歌是《行走的鱼》 这首歌讲述的则是李九哲在高处 看望曾经身陷在迷宫中的自己 保守老旧则是到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才出来 此时也正是情绪崩溃需要拯救的时候 第二首则是板权大呼徐良的灵人 其中张颜这段戏将一出我就知道稳了 而这首歌也是目前三季皮格中最省钱的一次 歌曲板权是徐良的 编制也是徐良找人编的 舞蹈也是马晓龙自创的 就连其中的戏腔还是张颜找虎子学的 虽然也只有徐良才能肆意找妹妹带 第三首则是林郑阳所在小队 翻唱刘德华的《我恨我吃心》 要知道刘德华的这首歌就算是杨坤来了 都要推第三首的一首歌 但唯一可惜的就是他们四人 却少了一次刘德华的放纵不及 果然芒果台是懂得亚保胡彦斌的 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 单看这期的标题就知道 芒果台把希望全部都压在了胡彦斌小组身上 可当魏徐英唱的副歌后准备飙歌时 歌迷大概已是没有办法给出更高的分数了 不过相比于魏徐的这句歌词 或许也只有张舍涵的破茧才能够打得过 毕竟也只有张舍涵才能唱出唐浩九环齐炸 和唐三想要复活小五的心情 张舍涵和破茧同台竞技的 则是你留下的爱 这首歌是芒果台用来向李文之敬的 尤其是苏建信在开头的那几句轻唱 更是超出了这场比赛的真正意义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则是 这一季的说唱歌手实力都很强 我觉得这首歌不管输有无法 它的意义以为超出歌曲的本身 直到所有人的情意 晚约时空是你留下的爱 不离不开 带着昨天为首当面的我们 那些痛的记忆 我在春的泥土里 滋养了辣地 开出下一根花鸡 余成庆的春衣没意思啊 那要是将时间梦回19年前的那个夏天呢 当时李晨在参加某档节目的期间 他唯一知晓的歌曲就是于成庆老师的春泥 只让令李晨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是他这一声春泥 却差点要了于成庆的命 将时间倒回于成庆刚出道时的那段时间 当时于成庆在首要参加某慈善晚会的期间 首次和比他小七岁的宜能静相遇 然而不愿意放弃任何消息的主办方 随后就将两人安排在了同一辆车上 于成庆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便弹起了吉他 而宜能静也逐渐被眼前这个男人吸引 伴随着两人在工作上的交接 两人的感情也在此时慢慢的升温 直到今夕年两人彻底结束了14年的恋爱 并且在两年后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但好景不长了则是 没能够得到任何人祝福的爱情并未长久 仪能静也在此时写下了春泥 扩操 今年张信哲这首部前奏一响 我就知道李宗盛独队了 除了李宗盛 没人比张信哲更懂这首歌 直到那个女孩的出现 这首歌却成了张信哲一辈子的头 1993年绝对是张信哲最惨的一年 这年刚出道没多久的张信哲 仅用一首歌血写了半个广抽 可就在张信哲出演《临近结尾》时 一位歌迷忽然丢给了张信哲一封信件 而此时从未谈过恋爱的张信哲 也逐渐对眼前这个女孩产生了好感 然而伴随着长时间书信的来往 两人也慢慢地坠入了爱河 可好景不长了则是 某天两人在外逛街的期间 突然被某家媒体给曝光了 女孩父母在知晓这个消息后 便马上找到了张信哲 希望他们可以分开 两个面对外界和家中双重压力的朱小妹 最终还是给张信哲写了一封分手的信件 这绝对是朱杰伦最崩溃的一次 15年在周杰伦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 周杰伦首次飙歌飙到落泪 而这次也是周董最后一次在舞台上 唱《说好的幸福呢》这首歌 起初周杰伦在写这首歌时 他和昆凌还有15天就要结婚了 要知道周董的这首《说好的幸福呢》 可是当初为侯佩岑所创作的 当时周杰伦为了追求侯佩岑 不惜辞掉自己所有的演唱 也要去参加侯佩岑所主持的节目 可好景不长的则是由于媒体的缩妖 两人的感情也在此时产生了隔阂 而侯佩岑为了能够和周杰伦和平相处 最终还是选择了和周杰伦分手 在周杰伦分手后的那段时间 周杰伦也为此写下了《我不配》这张专辑 其中MV里女主所戴的帽子和当初的侯佩残忌模一样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九十年代的情歌王都有谁 这年张信哲凭借《爱如潮水》斩获金去讲 从而彻底拉开了他和周杰伦长达三年的厮杀 当时滚石原本就想打造一个情歌王子 可好小不小的则是 张信哲却偏偏在此时要去服兵役 而唱片公司为了弥补情歌王子这个位置 不得不将周伦雄给推了上去 第五位周华健 1994年绝对是周华健转折性的一年 当时周华健在李宗盛的帮助下翻红后 他却并没有像人仙其那样飘飘然 反而是潜心和大哥搞起了创作 直到94年某家影视公司想要翻拍《倚天屠龙记》 周华健才再次等来了一个机会 可是让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是 周华健的那首刀剑如梦 差点炸了华语乐坛 你知道华语乐坛的情歌王都有谁吗 港乐唱功最牛的六位情歌王 第四位 林志颖 林志颖最疯狂的时期是在92年到94年 在小虎队和王杰的夹缝中也杀穿过 比如林志颖的《17岁那年的雨季》 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 而林志颖也因此获得了亚洲小旋风的称号 第三位 孙耀威 93年绝对是孙耀威最惨的一年 这年孙耀威在受邀参加台湾的某当节目时 主持人无意间的一句话 却让孙耀威血藏了整整二十年 而孙耀威也因为这短短的五个字 彻底断纵了他的前程 如果林志颖零八年没有把这首歌唱死 我也绝对不会累得半死 2013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林志颖仅用一首歌狂捞了三十七万 因为在林志颖准备登台演出的前一天 他还是一个被主持人称呼为新人的歌手 隔天林志颖就把歌手舞台炸得崩裂 这年在林志颖受邀参加这档节目的期间 主办方原以为林志颖会在第一期就惨遭淘汰 然而让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是 林志颖直接将自己的出涨费 从十八万吼到了五十五万 第七位张雨生 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 《我是歌手》的冠军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当时张雨生在被唱片公司签约之后 虽然张雨生也出了几张专辑 但几乎全部都是石沉大海杨无音讯 毕竟在当时重金属的歌曲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一时爱恨交错 人收手 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 一时悲欢起落 人沉默 等一等 这些上会自由 没有 没有 αν 很多人都在 很多人 不